繼續來看這個新聞 提前的觀眾朋友要注意喔 從今年開始說 中國已經出場 現場定期玩法的制度 但是在最近有萬有未就的民眾 都會照顧跟二次鑑里站來玩法現場 大多數都是八糟一爪 跟二次鑑里站來提前民眾 知非是好車 小孩一種用車或者是救護車 還有新車第一次的領域和中國車的過程 其他全部都不用再換車 不過民眾有萬愛的既知暗示來盜補到的經濟 這領域也不用受歡迎 現場合法制度已經超過六十年 過去在現場有好期間 告期進行 民眾總得要先前一座鑑里站來換新車 但是從今年開始 自用車輛 行車這次 將不需要再登記換法 鑑里單位只會在在自用起機車 辦理新車 領域 過後 變金頂頂 會登記的時候 才會合法照顧行車 作為車輛的證明文件 從今年開始 免費換花行照 所以希望民眾就是說 不管說你的汽機車行照的有效時間 是什麼時候到期 都不需要到我們公路間裡所站 來辦理換花行照的手續 同時以往每兩年要開增一次的機車燃料使用會 也會改成比照汽車燃料使用會的開增模式 每年計發通知單來通知您繳納 新政策領路列後 國際站台灣的民眾 將會當自信超過11月代表的換照費用 以及六百多萬點鐘的時間成本 但也有六百萬台的汽車 一萬五千台的汽車車租受費 但是到那時就要提出民眾 不然因為不需要多行照 就不及時投保車燃料的經濟人欺騙 在這邊特別呼籲各位鄉親朋友 就是說 有關於投保汽車強制險 千萬不要忽略到 因為一旦忽略到的話 可能會被受罰 當以致鑑利暫停 民眾如果對到車接資料有問題 可以向各地的鑑利機關來查審 投保的疑問 可以向我們投保公司 和這是經濟汽車的保險 專屬網站來查審 另外民眾如果對到車燃料 不需要各地的使用 那就是車接資料有變動 有關應該要到鑑利機關來辦理出秀 以免自己的款項修善 西新新聞聽到民旺小三 嘉義智 蔡宏波動